主料,鸡蛋三个,低筋面粉五十克,百香果汁三十五克,辅料,细砂糖五十克,玉米油三十克,醋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百香果两到三个是乎火大小而定,对半切开,挖出果肉。 这料理机打碎,取三十五克果汁,打出来碎碎的果盒可过滤,直接加进去也行。 蛋黄和蛋白分好,将二十克细砂糖加进蛋黄,搅拌至糖融化,玉米油加入蛋黄中,搅拌均匀,过去加进蛋黄中,搅拌均匀,低筋面粉筛进蛋黄中,搅拌均匀,成为浓稠的蛋黄糊。 我这里的果盒没有溜出,会有小小的黑色颗粒,吃的时候脆脆的,蛋白放进无油无水的盆中,加入几碟柠檬汁白醋,打至粗泡后,分三次加入细砂糖,至如涂状态,蛋白霜分三次加进蛋黄糊中,由下网上搬拌,注意不要画圈。 三次加入蛋白霜后,摆拌均匀,成为如涂白蓬蓬的蛋糕糊。 倒进模具之中,按住烟囱位置,蒸馍,整出大气泡,颈预热好的烤箱,一百七十度三十分钟可以调至一百六十五度四十分钟,一百六十度五十分钟。 如此类推,我比较心急,一般都瞧得高温,烤好的蛋糕可以差一摇签,带出来没有湿的蛋糕糊,就表示已经熟了。 然后,拿出蛋糕,从泥桌面三十厘米左右高处栓膜,震走热气,蛋糕倒口,彻底晾晾以后脱膜,烹饪技巧。 首先是,百香果的外形净或圆形,熟或是齐形坏状的,则是用激素催熟的,要选择火形端正,没有明显外形缺陷或凸体的。 成熟的百香果表面绿色减退,逐渐呈现红色,产生后存放一段时间后,破皮会出现欧险现象,此时其果然而更加香甜。 购买时,要先问一下,优质的百香果应该具有特殊的香味,且香味越浓郁表示成熟度越好,会更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